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我示范一下把代码去实现一下对吧 好 接下来是代码啊 呃 10 对吧 然后 转 2 10进制转2进制的一个方法 1 div by 2等于 function 然后呢 接受传入一个number 对吧 还是书法有点小问题啊 接受传入一个numbr 接受传入一个number 作为参数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 把10转成二进 把10转成二进制的10的话 那么就应该把10传进来 这个意思 对吧 好了 首先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考虑一下 再回忆一下刚才我们那个算法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 比如说咱们从5开始 OK 5 首先我们除以2 对吧 要得出多少呢 2 然后呢 于1 这个问题在哪呢 比如说咱们直接在解决上面 直接用5除以2 结果是什么 会是2.5 那么我们是哪个都得不到 对吧 我们既得不到2 也得不到1 是吧 OK 那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想怎么得到2呢 那么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对它取整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取整 那么取整有什么方法呢 向下取整 在gs的mass类里面有个mass.floor floor 然后呢 呃 去传2.5进去 得出来结果呢 就是2 咱们是不是相当于得到这个数了 对吧 mass.floor 得到这个 那接下来怎么得到这个1呢 还记得js里面有个东西叫这个吗 5取2 是多少呢 答案是1对吧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个数 所以呢 这两者啊 得分开来求 才能得到这种咱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稍微复杂点的地方 OK 其他的入战出战问题应该不大了 好了 从这开始吧 咱们先来个战对吧 方便咱们的使用 new stack 咱们必须使用这个 那么哇余数 对吧 用来存储一下余数 OK 首先我们看一下咱们的算法流程啊 咱们是不是得 这个10不断的除以2 对对吧 10除以2得到5 5再除以2得到2 2再除以2得到1 是不是得不断除下去 所以呢 这种方式最好使用一个well循环 但well循环存在一个问题啊 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里面的条件该怎么填 这先先剧透一下 应该填number 大于0 OK 好了 咱们跳过这些问题先 OK 咱们怎么取余数 还记得吗 余数等于number取余2 OK 比如什么意思呢 比如什么意思呢 咱慢一点对吧 慢一点 take it slow 比如说这传件是5 number15 OK 那5大于0吗 当然大于满足条件 然后呢 5取以2是多少 是1 是不是这是咱们的余数了 好了 那咱们 这时候就可以把余数放到站里面了吧 stack.push 余数 OK 可以吗 有问题吧 然后 注意啊 咱们这里是不是 比如说5取以2 得到2 余1 把这个余数给传在站里面了 这点千万不要弄混了啊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我们要 嗯 把这个 number更新一下 因为number 我们假设是5出完之后 应该为一个新的数2了 对吧 那么咱们的number 应该为一个新的值为什么呢 等于 number 除以2 然后呢 注意这时候假设是5的话 5除以20多少 2.5 对吧 咱们还得进行一步操作 刚才说过了 mass.floor 去取整 对吧 OK 这个方法有些东西可能不熟悉 咱们来试一下 mass.floor 比如说 取整2.5 咱们的实例对吧 是多少 是2 比如说2.9呢 是2 它是一种向下取整 就是取到前面这个整数的这一位的取整方法 对吧 所以呢这里咱们得到结果呢 是2 好了 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啊 咱们来先把这个流程给捋一遍 OK 先捋一遍 首先 咱们定义了一个站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习惯用一个坑来表示它 然后呢移数 然后呢well 假设咱们把5传进来 5大于0吗 成立 OK 移数等于多少 5取于2等于多少 5取于2 等于多少 等于1 对吧 然后呢把移数放到里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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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OK 0 0 OK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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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于0成立 然后呢 1再取于2 这等于多少 等于1 OK 1取于2等于1 这个咋 我就不试了 大家可以在Crew里面 自行去调试一下 1取于2等于1 因为它除 除于2等于什么呢 等于0 于1嘛 对不对 对吧 1除于2 是不是等于0 能除开吗 除不开等于0 然后呢 于1 所以呢 1于2 等于1 OK 然后得出结果是什么 push一数是多少 1 然后呢 number 等于多少了 1除以2 是多少 0.5 现在取准到0 0还满足条件吗 不满足了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时候 这个站 满不满足条件 咱们得从后面看 对吧 但这个钱会有点没关系 有点无所谓 是多少 取出来的二进制 数字多少 101 二进制 对吧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 看的方法 8421嘛 8421 然后呢 得出来是多少 4 加1 等于5 说明咱们进制转换成功了 OK 当然10 你说10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 10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大家自己带进来过一遍 就知道这个意思了 OK 带进来过一遍 但这个条件呢 呃 是比较重要 对吧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 咱们当然了 咱们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要返回一个结果 对吧 呃 1 Stream 2 二进制的一个数字 等于空 对吧 好了 咱们应该怎么去把 咱们站现在已经填满了 对不对 咱们站已经把这个101都填进去了 对吧 站是这样的 101 然后呢 咱们二进制是由上网下读的 应该一个个的取出来 对不对 1 取完1之后取0 取完0之后再取1 取出来结果是101 就是咱们之中的二进制数了 那怎么取呢 注意看 咱们前面写的一些东西发挥的作用啊 Val 也叫Val循环 因为咱们不知道站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所以呢 得用这个东西判断 Stack Is Empty 是否为空 如果是空怎么办 是空就不管 要么非 是空 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点懵对吧 OK 假设站里面 咱慢点了慢点了 假设这个站里面 有几个数对吧 比如说 呃 101 那么 It'sEmpty返回什么结果 It'sEmpty 返回结果什么 有数的话 是空吗 当然是false了 对不对 不是空 然后我们在非 这个false是什么 这是处 True 对吧 所以说我们站里有元素的话 这里应该是True 如果真的是空的话 这里应该是false 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东西就一直取的意思 懂意思吧 就自己捋一下 就捋一下 然后呢 如果它不为空的话 对吧 不为空怎么办呢 Stream To 点什么呢 呃 不用点了 加等 加等什么呢 Stack 点 pop 是不是咱们说了 pop一定要有返回值 看 注意看这里啊 pop有返回值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返回拿出来东西是要用的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Stream Stack.pop 对吧 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最后怎么样 Return Stream To 就成功了 咱们试一下 呃 Div 对吧 Y2 然后呢 试一下10 是多少 1010 对吧 咱们检验的对不对 这里对吧 十进制的10是二进制的1010 OK 算法是不是成功了 好 这个代码呢 比较简单 对吧 有些同学可能说 我不用站也能做呀 用站多麻烦呀 还写了那么多的东西 对不对 但注意啊 站是一种操作数据的一种思想 你发现了 就说咱们根本不在乎 我们是用数组还是用什么东西实现的 但是最终是咱们按站的这种顺序 入站出站 入站出站的方式去操作它 最终得到了我们这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一个算法 如果你不写站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但是别忘了 最后你用的还是站的思想 是不是说 就算你用的 你没有用站对吧 你没有声明这个stack 你就声明了一个数组 但是你是不是也得后进先出 OK 那不就是站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这点一定要捋清楚啊 咱们学的是思想 在这个设计结构里面 好了 这是这部分代码 我就不多说了啊 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呢 看下一个东西 站的一些思考 站其实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东西 对吧 他不是说 为什么我们用js实现起来那么轻松 因为js 它是一个非常高 高层或是非常高级的一门语言了 所以说站的最终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读一下 在编程语言的编译器和内存中保存变量方法调用 OK 蒙圈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咱们这里有一个 呃 有一个pvt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读一下它 我们要做重点什么 第一点啊 第一点是这一行字 计算机内存站 内存站 大家都知道计算机有内存吧 对吧 贵的一匹的东西对吧 是这样的啊 下面很多金手指 大家应该都见过对不对 有些同学 呃工科学生应该见过 这么一个内存 那么当然我说的不是物理的内存 是实际上的一种内存 OK 内存这种结构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站的结构 那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说咱们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fn1 一个叫fn2 ok 首先啊我们看一下结构 fn1呢 它return了一个console.logfn1 finish 简单吧 就是fn1执行完了 然后fn2它相对复杂点 它首先调用fn1 就这一块 调用了它 然后怎么办 然后returnconsole.logfn2 finish 当然你要是呃 不着急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样代码 在你的vascore里打一下 然后看一下哪句话会先出来 ok 然后呢更方便的去验证 你看到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调用 对吧 调用fn2 我们看调用fn2的时候是调用这一块 对吧 然后fn2会怎么样 它会调用fn1 好 function1 对吧 然后呢它又会来到这儿 诶 大家可能想这个运行顺序怎么样 那到底是fn2运行完之后 再去运行这个fun1 就说先把1号函数 二号函数先把二号运行完了 再运行1 还是先把1运行完了 再运行2呢 咱们来演示一下 嗯 在这里是吧 哇 fn1等于function returnconsole.logfn1finish 结束 应该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它在英语fn2等于function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函数调用战一定要搞明白 因为我们后面用到的很多结构 都会反复反复的分析它的函数调用战 不然的话那算法你根本搞不明白 很重要 ok 那fn2首先调用fn1 然后呢returnconsole.logfn2finish 好我希望大家没有忘记咱们的问题啊 咱们问题是这样的 咱们可能它可能全两种运行 第一种先 对吧 先运行fn2 先完成fn2再 再 这个输入法有读啊 不行 我真的得换电脑了 对吧 这有严重的问题 再 运行 再完成fn1 对吧 咱们疑问在这儿 二是什么呢 先 完成fn1 再 完成fn2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吧 你可能说可能很简单 但是 这是一道非常基础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函数的调用战到底怎么样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个函数里面 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ok 咱们看一下 调用fn 什么fn2 对吧 这个输入法 我已经吐槽一晚上了 首先怎么样fn1finish 然后fn2finish 说明哪个是对的 下面的这一条是对的 先完成fn1 再完成fn2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啊 fn2里面调用fn1 然后呢 1先完成 再完成2 ok 这怎么理解呢 其实 在 这个计算机内圈里面 它是一个站 ok 我们看一下 首先 在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先怎么样 先调用了fn2 然后呢 在fn2里面调用fn1 对不对 那么在站里面它是这样的 先 入站的是哪个 你先调用先入站 跟我们之前的操作一样 懂吗 站 对吧 先调用先入站 那么先调用什么fn2 f ok fn2入站了 在这看到没 fn2入站 然后呢fn2的时候又调用fn1 然后fn1呢接着入站 在这呢 接着入站 fn1 ok 然后执行的顺序应该怎么样的 那么站的话 它只有一种出站方式 就从顶部开始 对吧 所以说它会怎么样 先执行fn1 执行完之后 执行fn2 懂我意思吧 这个很重要对吧 因为啊 这是咱们后面算法 就反复用到的一个一个东西叫地规 当然这这玩意也不叫地规 这是相互调用 咱们在地规的时候 需要反复的分析它的函数站 它的运行内存站到底怎么样 怎么运行的 说白了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呢 一定要捋清楚了 先入 后出 后入 先出 fn1 fn2先入站 对吧 然后呢fn1再入站 然后呢 调用的时候先从上面fn1开始 然后再调用fn2 ok 这是站的一个东西 好了 咱们再讲一下地规吧 讲一下地规 ok 假设啊 假设咱们有一个这样的代码 对吧 这里没有说 咱们有个一个这样代码 app 哇 app等于fn 对吧 这名字随便起 大家不要在意啊 app 然后呢 它这里面调用的app 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现在一执行会怎么样 它会不断不断的调用app对吧 但是会有调玩的一天吗 没有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站 我们这个站对吧 不停地规 不停的往里c c行数 c 一直一直 在往咱们的内存站里面去添加东西 一直添加 但是放出去的吗 没有 所以它会怎么样 站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最后内存用完了 对吧 内存用完了怎么办 那计算机就死急了呗 对不对 计算机就死急了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问题 在地规里面 地规什么意思呢 地规就是函数 函数 函数 大家应该有点理解 函数调用 调用自己 本身 像咱们刚刚的例子 app去调用app对吧 然后呢 app会无限叠加 但是呢 永远没有出站的一天 然后呢 计算机内存永远是有限的 对不对 就算你再大内存也是有限的 然后呢 内存会爆掉 然后站一出了 然后呢计算机就卡死了 对吧 所以呢咱们 以后学地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思考啊 他的站的 他的站会是怎么样的 他的地规站是怎么样的 好了 呃 说的有点多对吧 好了 就是站的一些内容啊 咱们二十几页的PET呢 也算终于讲完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实践的东西 对吧 我们首先呢 解释了站的结构和操作 对吧 站的结构怎么样的呀 就是一个 呃 后进先出的一种 区域结构对吧 然后呢 他操作有什么呀 入站出站 对吧 检查站顶 然后呢 清空 是否围空 检查个数 这种操作 大家写完代码之后 应该都能很快的记住它了 对吧 主要在这张表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站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 呃 实现了这个余数法 这个算法 对吧 用于 这个进制的转换 当然你应该 再试一下 把十进制转成八进制什么的 它们的原理完全是一样的 就把这二换成八就可以了 OK 去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 呃 我们又讲了站的一些重点 对吧 就站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但是呢 计算机的底层就这么实现的 比如说咱们计算机内存的站 就是这样的 你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不知不觉之中用了站 但是呢 你浑然不觉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说一下 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最重要 重点在这对吧 重点在这 重点在这 函数调用的时候 它是入站跟出站 对吧 这一点大家自己捋一下吧 我觉得讲太多 反而把你们给讲 把你们给讲蒙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讲了地规 地规什么 函数调用自己本身 那么如果 最终那个函数没有释放 还在不停调用的话 那么这个站会一直堆 一直堆 堆到你计算机内存用完为止 对吧 这时候计算机就卡死了 OK 所以说呢 站呢 它是一个基本的计算机数据结构 对吧 也是咱们高级编程语言实现的基础 因为呢 大家看这个数组 其实跟站呢 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不要小看它 对吧 就是咱们基本解决了 咱们那个三个问题里面 我们看一下那三个问题是什么 回忆一下 咱们在导论里面说的 这一点对吧 站和对立的区别是什么 咱们的question one 对吧 那些站我们知道了 是一种什么样的 呃 有面试官问你 对吧 后进先出 呃 什么计算机内存站 什么检查站顶 pick a puck 啊 这些东西 你就回答好就行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站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节我们要讲的是下一个结构 叫对链 OK 但呢 前提是这节课的代码 一定要好好写好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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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